耶稣是救主 马太福音一章18-25节记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说 大魏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 就是要应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 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 起来 就尊重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耶稣是救主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根据Amplified Bible Classic Edition 耶稣是西伯来名字 约书亚的希腊语形式 意思是救主 神的话说 人的心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嫉妒 凶杀 争敬 诡诈 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 有谁不需要拯救呢 当人被愤怒 怨恨 不饶恕 苦毒 嫉妒 争敬 忧虑 惧怕 等罪充满的时候 他的心充满了痛苦挣扎 是没有平安快乐的 耶稣是救主 拯救人从这些罪的刑罚和捆绑中得释放 赐给人心灵的自由和平安 以赛亚书九章二节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由光照耀他们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是光 邀请光进来 驱走我们生命和心灵中的黑暗